时分,客流量非常大 店经理表示没时间招呼我们拍摄 反正也到了饭点 于是我们找了个座位 坐下来准备体验一番 我们点了四龙小龙 外加四碗油豆腐粉丝汤 这里的小龙除了鲜肉和蟹粉馅以外 还有海鲜馅,丝瓜馅和栗子豆沙馅 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小龙包的印象 小龙端上来的时候 总体感觉很精致 各个模样周正 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 不过,看着那三十八人一盅的油豆腐粉丝汤 我们这一顿吃得有点走破了 这里的小龙男的口味清淡 对于已经习惯了浓油赤酱的上海食客来说 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这位师傅是点心部的总负责人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他有着二十多年的小龙制作经验 在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 他告诉我们 在这里小龙的每道制作环节都做到了计量数据化 这个我们称重的 我们每个锯子是四点八到五点二 四点八到五点二 你就是把它捏成小的 然后每一团都要称一下重 对 那么每一团都是要重复这样的工序吗 都要重复的 我们皮的大小直径是六点五左右 这个是你们专门自己设计的模型对吗 对对对 一个模型压下去 正好旁边踩一点边就行了 我们包包子差不多要十八折 最少不能低于十八折 十八折 对 十八折对于一个小龙来说算蛮多的了 哇 很密 对 包出来那个折 哇 包出来很小一个 哇 师傅 这边您是设定蒸小包的时间 设定蒸小包的时间 是四分四十秒左右 四分四十秒 这个时间就是固定的 对对对 每一团都是这个时间 对 哇 师傅我们这团算好了对吧 对 直接上来 对 可以上桌了 这里的每个点心师 以做出各个符合企业标准的小龙而自豪 但对于挑剔的中国吃客来说 口味才是王道 听名字 这家店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与扬州的富春茶寿有关 但其实这两家虽然名字相似 卖的东西却粉饰不同 那一家卖的是扬州汤包 这一家卖的则是上海小龙 老板说 这里的小龙包 是穿了回忆的小龙包 老师傅 你那个切小龙切的都说你说了 谁是你了 刚刚过来有一个 你自己来个龙光帮你来 有啥笔糊吧 笔糊 我这狗区来吃荷笔糊 你这个人是上海边你再来给他敲 我可 那你没赌啊 根本有的时候我要等他一先了 啥子 因为我经常来吃嘛 你那种快没找过 那你敲过上海吉他小龙吗 吉他小龙没进 我们要去敲锅 你割的米豆好了 你我赌啊 我还是割的给他 有个人割的米豆啊 有个人 其实你自己帮你来的米豆 比些一下差别了 以前的米豆过程都没好 他一起给老提来嘛 有汤 而不是跟 鬼爸爸的 根本已经很容易了 对吧 卡锡图你收回来了 白眉毛老爷爷说 到这里吃小龙 吃的是一种感觉 他会一如既往地吃下去 而对店老板来说 如何把人们记忆中的味道 传承下来 则是他最关心的 我现在打车也挺有机的 他说 他可能是一个人不老 他就来 他又给自己所有人 一样的 你男人不在这边 都会很地难的干不出 我想一个去要老好 发出 手需要用这个 就是给他 寄在白军方面 工艺制作方面 都说谁人 谁通过工艺方面 我想这个要我女 老这个工艺 这个功夫一定要我好 就好比在各種方面 因為上海人海納百貫的 各地房間也在 就在我們即將離開這家店之際 在門口遇上了一位家裡 也是做小龍生意的上海爺叔 看見我們正在拍攝 他主動表示想要說兩句 這個龍乾爺是10檔出來的 10檔出來 公陽因為五種多缸 有的10檔出來的 有的90缸 一種 兩種 是兩種 兩個地方把東西通過 不是啊 因為各個小龍是剛流 那是剛流的小弟 不是 不放個小弟 所以一個嘛 人家就封兩種 等一流 長青曬流怕了 一個是屁東 一個就是死 死擋出來的結果神光拔不上 一擋 要錢擋好 馬上就要拔 根本就是為這龍乾爺 加速流怕 小龍 湯寶龍國的 三里方比較好吃 那能講話呢 應該講起來 有的是不是這個小龍 是沒好吃的 熱吃的 他們才來 太雨了 在我們的拍攝中 幾乎沒有一家店 願意公開他們的餡料配方 在他們看來 小龍包最重要的就是餡料 正如那個過路的上海爺書所說 小龍的餡料分為水打餡和皮凍餡 水打餡一般使用一斤瘦肉八斤水 朝著一個方向攪拌成肉餡 皮凍餡就是將肉皮和水一起熬好 凍好 並攪到肉餡裡 最講究的一種叫高湯凍 就是選用老母雞熬湯 一般需要熬上一整天 選用雞湯 將雞肉等全部去除 之後再用肉皮煮湯 最後將雞湯和肉皮湯混合作動 當然 高湯凍的成本太高 幾乎沒有店會在製作小龍時使用了 上海的店家基本以皮凍為限 皮凍的好壞 常常決定了小龍包的口感 各種什麼 這是必須的 啊 它瘦啊 皮凍一定要瘦了 把皮凍吃妖精 如果攪拌 弄了東西真的要等 基本上是怎麼來攪拌 我的皮好了 我都點起來了 我好 你覺得我們可以 可行 只用膠原蛋白的雳龍皮 这家无锡小龙店的老板娘 祖籍无锡在上海长大 几年前 她在七宝老街开了无锡小龙馆 看着生意不错 于是她与家中的兄弟合作 又开了两家分店 她告诉我们 无锡小龙往往被南乡小龙的光环所掩盖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无锡小龙也有着百年历史 同样是小龙汤包中的杰出代表 无锡小龙是把酱油把档 所以一种农油茶酱 有一种牛的味道 就是她吃了味蜜 后一本来就地得到这个厨 就过来讲有个档厨米的 因为这生意了上海人厨 本来那些无锡小龙就拿地 我是说一割两半 把一个地都拿去它地 因为能说上海人地过地吧 可能像无锡小龙 改良以吸引本地客人 非正开刀的人我做个切刀的人 一个里边这块 手底嘛 两汤要来的 豆底嘛 这块红汤要来的 根本就拿去我切了 没有切了的话 集体我切都没来过 那些都拿去我切了 那些都拿去的 人物要炒了 炒了要 要的吃点 都是开过来 再过来切 要的切来就切 我让她家里 你干什么 不许你 我就在那儿子 我家里 你干什么 不许你 我家里 不许你 我家里 不许你 不许你 你干什么 那种意思 那你一干 我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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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三家分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 老板娘自然也想过再扩大规模 但是心中的很多顾虑 让她还是选择了维持原样 老板娘对白手起家的这家地 有着特殊的感情 她希望从自己的手中 这道无锡名店的配方与手艺 能一代代传下去 无锡小龙能被更多的人知道 能被更多的人喜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